清早的房车营地,周围都是仙人掌 Sawalo National Park 仙人掌国家公园 也叫巨人柱国家公园 Sawalo仙人掌读音是Sawalo,机不发音 国家公园的第一站是访客中心 拿张地图,咨询下开车和徒步路线 看看有什么好玩有趣的 公园分为西区和东区两个部分 我们先去了西区的景观公路 西区的地势比较平坦,仙人掌密度更大 Sawalo仙人掌长得极慢,第一次开花30年 长出第一根分支在它60到75岁左右 每个仙人掌的平均寿命在150到200年 公园里的仙人掌 所以要把它们接触到西区的地势比较平坦的化身 在国家上就要加上去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去的东西 这条东西是一个比较平坦的 如果是一个比较平坦的 你可以在两个仙人掌 这是一个比较平坦的 都可以用的比较平坦的 比较平坦的 而是一个比较平坦的 这是靠近访客中心的一条徒步路线 允许狗狗进入 有对仙人掌基本知识的简单介绍 西区公园逛完后 我们开车去公园东园 经过Gates Path Overlook 这里的地理位置很好 建议大家经过的时候可以停留 可以看到山谷中的仙人掌 图中还会经过Pima Air and Space Museum 是规模宏大的航天航空博物馆 我们查了 狗狗允许进入 掌管分室内和室外 室内掌管有七个 有超过四百架飞机 有美国军用飞机和其他各国的飞机 有世界上第一架波音777 有黑鹰、鸟鹰、B、大学52轰炸机 有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飞机 也有多少镇要乘坐过的飞机 网上都有资料 有些飞机可以进入内部参观和体验 室外超级大的一片 非常壮观 有些飞机 中文字幕——YK 接着我们来到了公园的东区 访客中心的大玻璃望出去的景色也很漂亮 东区的地势有起伏 徒步路线较多 我们沿着8英里的景观公路驾驶 路边有很多可以停车的地方停留观景拍照 中文字幕——YK 这里是访客中心的服务人员介绍的 看日落的最佳地点 我们没有等到日落 但登高远望看看风景也非常不错 结束了仙人掌公园之旅